送將誰忠賢 細鳳犧牲子 溶血到多虹 不同的時代, 你做戲曲 要有不同的東西 我相信前人 所以在那時候的時代 創作到當時的東西 當時的技巧 因為他們有想過 清風的美影, 無路向 前人有很多好的劇本 好的表演風格已經流傳下去了 我們都去學習、模仿 學習、模仿、演出員 下一步呢 現在世界走得很快 我們希望這種藝術 繼續流傳下去 維持它的生命力 每一個有心的人 都會嘗試用自己不同的方法 去延長這件事 不要只覺得他只是一個古董 你要研造一個藝術 究竟是複製做出來 就可以傳承到 還是你加點生命力 呼應到這個時代 我相信兩者都可以並存 到這一刻 在中間, 最有的 還要做出一個藝術 做出一個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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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他一天不停 早上一早上又說要拍攝 一會兒又說要做甚麼 做甚麼,很多事情要做 有時候我整個星期 都不會看到爸爸在家裡 我回來的時候他睡著了 我起床的線拖子,就一整天 就不會看到他 我回來的時候 有時候晚上那麼巧 他去廁所才會看到他 昨晚都要演戲,到11時多 大部分都是,你做這行 演戲拍攝時更晚 演戲拍攝時已經12時 你回到家幾個小時? 一、兩時的事 你不要跌倒 拜託你不要再放在鍋子上 要不你就用家庭貼上去 我們昨天掃垃圾盆 掃到有菜汁、奶茶 全部都倒進去 掃到死了才能掃到他們 你不要再放在鍋子上 這樣也不見,就沒得說了 黎耀威是年輕的粵劇演員和編劇 雖然接不同劇團的演出 已經佔據了他大部分時間 但他仍然堅持 跟一群粵劇新人一起創作 探索穴劇藝術的更多可能性 江山桶 最大的困難是要一直演出 一直寫劇本 時間很少,但你要有很多靈感 無時無刻 就算你不是真的在寫 你也要去想 基本上由你睡在床上 那段時間,我有時間想一套電影 這次黎耀威和黃寶萱合作 將經典劇目《霸王別姬》 由傳統的大舞台 搬到小劇場裏演出 他們除了負責主演霸王項羽 和余姬之外 整個戲的劇本、音樂和編曲 都由他們重新設計 黎耀威說我們要兼負起 介紹粵劇的責任 我們要將粵劇的進程做出來 我就說怎樣 你先寫劇本來看看,我不明白 你嘗試過去看,讓我看看 他寫了一個劇本 最初是一個很傳統的 走四門,唱很傳統的幫王格式 我告 anh說該 race 算是一個很划算吧 老奈在台中 好啊, 山坡 山坡, 山坡 到後面那一段, 他只告訴我 就是未來, 未來的粵劇 全靠頭是什麼呢 所以最後的時候 整個美場基本上是全新的音樂 我們將傳統幫王的格式 試試調一下次序 形成了一段我們自己想的一段幫王 這個幫王能否流傳到後世 就是另一件事 但如果我們今天不嘗試去做 也不會有更多更多更多可以流傳 我不會說我要令粵劇怎樣 我覺得當下那件事是正確的 我就會去做 我覺得那件事是進取的 有效果的 我就會用盡全力去做那件事 做好那件事 或者開闊這個細集 拍攝這個大作 梁偉康, 他既是粵劇演員 亦是粵劇的燈光設計師 和舞台監督 很多時候在同一天裡 白天, 他要負責燈光 和舞台的報紙 到了晚上, 他就變成了演員 老實說, 我們也有很旺的日子 和沒那麼旺的日子 旺起來, 真的 一個月可能有二十七、八天 都有演出, 淡一點也有十多天 不過昨晚嚇到我 半夜起床, 看到一張訊息 嚇到我瘋了 很害怕 就是今天用的 糟了, 發霉了怎麼辦 看到了, 是鏡頭發霉 不是我的東西發霉 這個也可以 好… 劇場的氛圍, 我很喜歡 無論你在那裡寄劇本 寫東西, 或者做其他事 總之在劇場上 就好像覺得在一個懷抱上 好像很安全 有一次令我有一個很大的啟蒙 有一個演出就是 今晚做粵劇, 明晚做昆劇 那一部分是我負責的 我做完之後, 第二天… 不是, 昆劇團進去做 昆劇團進去做 就會把整個台燈 轉成他們要用的東西 這裡用這種顏色 那裡用這種顏色 就可以學到東西 原來這樣出來 對於戲曲演員的服裝 或者化妝是會很漂亮的 可以放棄出這個表演嗎 會不會讓她們再拍檔 但我對她們來說不乾淨 沒有,你有意見可以解釋 好嗎 好 無論在台前演員或幕後 燈光或舞台監督 其實很難得通過你的工作 一直成長上來 我經常都想再來 你可以去想想一個 我們粵劇轉景的可能性 我們沒甚麼事 梁偉康和黎耀威 合作一個屬於自己的粵劇團 還改了名字,叫做吳式大戲 大家一起演戲的時候 接觸多了,溝通多了 就知道大家的想法都開始接近 不如搞個劇團吧 有一個平台,你才能做到工作 大膽地說 我們可以主宰一個演出 東西在我們手上 我們想嘗試做甚麼 跟出去接一個演員的工作 真的很不同 這就是我們自己的遊樂場 勿載多言,不斷地看 我們看曲還是聊天 我們兩個也可以 寫完歌曲 海潮換袋,這是開啟的 是的 我們正在討論這件事 是的 粵劇創新的路並不容易走 就像梁偉康和黎耀威一樣 他們沒有找人投資 也很少向政府申請粵劇補助金 劇團的主要演出經費 是靠他們參與其他大劇團的 演出酬金來支持 色花、人、欣、勤、張、依腕 好嗎 等你很長一點 我失初六期 不是看我們在這裡賺到多少錢 而去做這個演出 反過來,我們可以在一個地方想 我們不想錢,不想自己有多少收入 我只想自己有多少得著 我記得在2011年的時候 職業編劇已經越來越少了 我就覺得 糟了,我們這個時代 做了甚麼新的劇本 以前任伯 在那個年代他們做了這麼多經典 這是當時他們覺得 在那個時代需要的一些新動力 來到我們這一代 我們新的動力在哪裡呢 粵劇藝術發展到今天 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家 不斷為這個傳統表演藝術 注入新元素 甚至大刀闊斧地改革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有一群年輕人 仿孝前輩 為粵劇藝探索新方向 他們組成香港實驗粵劇團 由星譜和李奇峰 是這個團的中堅分子 當年有梁漢威 有李龍 都是實驗粵劇的 黃家英 現在很多紅明都是 是的 普哥不用說了 是阮兆輝 非燕 非營的時候真是不聰明 你也是年輕人 我們想提倡花的行蕩 比如蘇生、醜生 不要經常都是才智佳人 那時的粵劇 全部鴛鴦蝠蝶 整天生蛋兩個攬著談情 都是文武生花蛋做主角 為何花面也不可以有戲做 老生也不可以有戲做 強如波叔、梁醒波先生 這麼強的醜 好, 凌智伯先生 這麼大的一個武生 這麼好戲的人 都不是做主角 如果這兩個行蕩 一輩子都沒有主角做 將來誰學 所以後來我們搞群戲 搞一下現在我們很開心 普哥做, 蛇太君掛碎 擺明是老蛋丹 又有人看 我小時候 有一次我看到他們 一個實驗粵劇團 當時琴枝李香琴 他們可以很平等地去做 別人做主角, 他可以去做女兵 我覺得這個態度很好 很感動, 我自己都覺得很感動 我看電影的時候, 我自己哭了 其實我們真的實驗 每一個戲都有一個主子 即是說這套戲 我想嘗試什麼, 你說話 我們就一群人支持你去搞 大家一起搞 曾經嘗試到三十多件音樂 放在台上 有時候嘗試新的報警 如果沒有衝擊 就不會有新的東西 他們實驗的宗旨不僅是創新 還會去挖掘古老的劇本 和表演方式 重新整理, 推介給觀眾 如果舊是好的 我們仍然是應該捧出來的 現在很多舊的東西 都是這堆人發掘出來的 實驗就栽培了這個意念 我們當時大家都很窮 都願意無條件去做不讀紙 還要掏錢 那時候是很好的 當時的創新意念 一時間未被觀眾接受 劇團的生存 面對很大的困難 甚至連排練場地的租金 都難以負擔 要交租的, 大哥 是嗎 那怎麼樣? 你問人嗎? 那我跟琴姐 你跟琴姐說 琴姐說 兩份吧, 沒辦法吧 她說好吧… 十年後 然後是第一次 市政局聘請我們做 第一次有薪金 拿著那張支票 遮一千元 真的拿著那張支票 真的想去廈門 捏了那麼多年 辛苦了 都付出不知多少月刊 梁漢威後來延續 實驗劇團的精神 成立漢風月劇團 對月劇的音樂、服裝、道具 報警等 做了很多新嘗試 梁漢威先生是一種 高瞻軟觸的演員 他面對的困難 一定是一個票房上的問題 票房不好 真的直接反映到 觀眾未接受你這一套戲 一般的觀眾看粵劇都會有一個假設 他應該是穿那些灰袍大奏 有個水奏的 我們今天叫做明裝的 那些明朝的服裝 作為一個戲服 那個似乎是一個標準 所以如果你在舞台上 看到有個老官 穿一件青裝出來 很多觀眾都接受不了 這個所謂失敗 都是這個時候 可能我經常說 過了二、三十年 可能會看回頭 會發覺原來他這個改革是有價值的 他一想到的事情 就勇往直前 做… 他有時搞報警 那些報警是在大陸施工的 他就約了報警師在廣州火車站 他上了一上去 在直通車站跟他說… 說完又走下來 實在是體力太虛毫了 人們說梁漢威走的路很新 其實我師傅如果說的是豐富 他沒有離開過我們粵劇的規格格 不過他的創作是需要排練 你要記了音樂才能表演 很多老官當時很忙 他們不是不想記 但沒有時間去記 所以說很怕做我師傅的劇本 威白梁漢威和我媽媽尹飛燕 去排戲的時候 排排一下就會很好笑 燕姐,即是她叫我媽媽 我第一天不要人工 我想這裡那幾個做過一件新衣服 然後到了第二天 媽媽就說 阿威哥,我不行,這裡 你寫了一段譜 找人做過他或者怎樣怎樣 或者報警要怎樣 我第一天不要人工 鬥不要人工 結果大家都沒有人工 就是為了那幾天做得更加好 報警、道具、唱康、演員為了齊 就是這樣投放了 這本書裡 他也有當年演無述政變的嘗試 和服裝、橋段等等 他說百日為紳士失敗 因為清朝歷史上第一次改革 受到慈禧專權的阻力 反映我個人在粵劇改革的辛酸 也是遇到很多阻力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身陷 就是要堅持 把傳統應該留下的東西 加一些新的東西進去 沒錯,對… 對… 然後還有很多艱辛的工作 很艱辛的路途 是需要我們一起走的 希望你不要走走,撇掉我 當然不會 小時候他放膽給我做 任由我錯 他教兒子就像教我學戲時一樣 你練功你練,練唱你練 然後你拿劇本,背熟他 你走出去做 做到發現有甚麼問題 你自己回來想想 究竟問題發生在哪裡 你真的解不通才問我 這樣教我 梁偉康和黎耀威 今次將前輩的作品 《忽必烈大帝》重新搬上舞台 這個戲是1953年由唐迪生編寫 到了1979以及1998年 先後由梁漢威和葉兆德改編 《忽必烈大帝》 故事是關於蒙古大軍入侵中原的南宋 但宋軍首將謝方德拒絕投降 他為了保護宋神陸秀夫和宋帝炳逃亡 忍痛犧牲自己的妻子歸諷 叫他隱藏身份混入蒙古軍營 迷惑和刺殺忽必烈 傳統忠、孝、哲、哲、義的觀念 正面對大時代的挑戰 宋失天下 阿賀,何相安 賊,一排烏煙 爸爸以前也有說 就這樣找出一些電影 當然不好看 其實這句話也陷入了腦袋 有些人真的找出幾十年 沒人做的電影 從每個人的處理都有一些學習 我又覺得我們可以嘗試去做一些事 給自己一個功課也好 給自己一個挑戰也好 就是延長一下這個電影的生命 不要放在這裡 幾十年都沒人做 創新是否一定… 傳統是不可以並存的? 不是 反而在傳統中 你找一些本身已經這麼優良的東西 用你的方法去再呈現的時候 那樣東西就等於你走一步 或者你會創作另外一些新的東西 改編前輩的劇本 既要保留原著的神髓 又要有這個年代的新意 難度在哪裡? 梁漢威的創新精神 如何影響到 這兩位年輕粵劇創作人? 我們下一集再看 平常道歸市 是否一定會有了 在鷹肚子裡 下廭中的名字 在鷹肚子上 我們不會有鷹肚子 在鷹肚子上 亂增加 你 我正在歸市 因為我一定會有金 кр來的 想起 你 我們不會有任何